悟空闹电影细说不胡说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患有严重异想症的大叔 就是这个胡子拉差的罗曼 他整天与药品作伴 害怕一切的细菌 回家开个门都得消毒 为此烧了不少的电子门锁 每次坐公交车的时候 也是宁愿摔死都坚决不会触碰车上的扶手 也是不会做作物 搞得一旁的吃瓜群众们 还以为他在表演杂技 更是深度恐女症的患者 39岁了依旧单身 为了帮助他 治疗了他18年的私人医生迪米 无奈地把他请来了自家的新年派对 不过他一直紧张地查看手表 打算提前离开 要知道 5月12点时 按照法国的传统 派对上的人 可是要互相亲吻庆祝的 想想多恶心啊 简直就是大型病毒交流会的现场 不过他千算万算 就是没想到手表居然慢了 此时倒计时已经开始 罗曼不顾一切地冲进房里 穿上一件最干净的貂皮 好好地保护住自己 然后开始重逢陷阵 新年快乐 哼 想亲我 门都没有 看我形容十八掌 就因白骨爪 葵花宝典 就这样 甩飞了无数的宾客之后 他晕了过去 被送进了医院 医护人员忙活了半天 照着无数张片子 就是没有发现一丁点的问题 罗曼急了 裤子都来不及穿 直接爬起来 跟医生理论 你 你怎么能说我是正常的呢 我明明很不正常啊 护士这次才发现 他是这里的常客 赶忙把他轰走 第二天 为了不失去迪米 这为数不多的朋友 罗曼买了礼物 前去谢罪 迪米再一次原谅了他的神经 毕竟啊 这罗曼可是他从医生涯的 第一个患者 帮助他还清了无数的欠款 就这样 他继续过着神经质的日子 偶尔还想放松一下 去酒吧喝酒 没想到 同事喝了鸡尾酒后 倒地不起 这一刻把罗曼给杀坏了 觉得酒里有毒 自己肯定也要死了 再次晕倒 来到了医院 一觉醒来 同事因为脑瘤去世了 而且 自己之前给他的止疼药 居然是加速他死亡的催化剂 妖兽啊 这不就是间接的杀人犯吗 迪米为了安慰他 把他带回了自己家 妻子很是生气 你怎么能随便往家里带人呢 我不是随便的人 我是他最爱的一个病患 那好吧 床留给你们 我睡沙发 眼看着 这家庭都要破碎了 迪米决定 给他在网上相亲 找个接班侠 照片什么的 就用吴彦祖的就好了 稍微劈一下 也差不多 你长得比较鲜小 年龄少甜一点 29岁正合适 身高 当然又85了 虚报点 看不出来的 就这样 一场奇特的相亲开始了 您好 是罗曼先生吗 不好意思 我在这里 我家没信忘老关了 拜拜 第一场以失败告终 罗曼决定全部改回真实的信息 没想到还真的有人不嫌弃 可是 可是他吃饭前居然不洗手 而且还非要吃顺脂原味鸡 这简直就是原始人的行为 当然果断拒绝了 实在没法了 敌米选择把他带往难民救护所 想用圣母的光辉 给他进行一次洗礼 罗曼果然强忍着恶心 加入了救护 这时 一位伙伴发生了意外 他上前去搀扶 结果 自己溅了血 反而晕了 没想到 那个难民 居然是革命领袖安东 为了进入法国 他偷偷和罗曼 互换了身份 这大概是各国的证件照 都是一样的面目全非 所有人都分不清楚他们俩 就这样闹了个乌龙 安东进入了法国 而罗曼则遇上了 一直崇拜革命领袖的安娜 疯狂地迷恋上他 而罗曼也对这个 像天使一样的女孩 一见钟情 跟着他回到了家 恰好遇到了 一直跟安娜闹分居的丈夫 两人爆发了一系列的争承 但是罗曼还是住了进来 幸福地享受着当英雄的感觉 极力地展现自己男人的魅力 还偷偷回家 跟真正的安东约定 让这场骗局 继续维持下去 之后的日子 可以说是犹哉犹哉 他到时候炫耀自己的英雄世界 安娜的闺蜜们都很崇拜他 感觉人生就像到达了巅峰 而这时 却迎来了一只小狗 好了 刚才正的面子全都丢完了 直接被逼进了墙角 赶紧编了个借口 说自己有恐狗症 而安娜却更加爱他了 因为有缺点的英雄 才更像是一个真实的人 两人有了美妙的意买 第二天 安娜的哥哥来了 没想到 他居然就是迪米 看到这样的场景 迪米的脑子都气炸了 我拿你当朋友 你却想着骗我妹 直接把他带出去 胖揍一顿 等到他再次回到安娜家的时候 安娜的老公已经报警了 并带来了许多人来抓他 警察叔叔 你要帮帮我呀 我的老婆被囚禁了 可是他看起来很开心 这绿意 总是在不经意间来临 不过 警察们还是冲进去 把罗曼逮捕了 毕竟他冒充的安东 在自己国家可是无期徒刑的罪犯呢 他赶忙向警察解释 把所有人都绕晕了 只有知道真相的安娜 眼泪掉了下来 作为欺骗他的代价 他选择让罗曼进监狱找找教训 然后自己来找真实的安东 没过多久 这罗曼就被遣返回国 关进了又脏又臭的监狱 里面满是蟑螂和老鼠 他整夜整夜的嚎叫 精神变得异常 还拼命的拿洗手液清洗身体 结果居然没水 又是整天整天的尖叫 经过这番折腾啊 几十年没治好的洁癖和异想症都没了 还和老鼠蟑螂成了好兄弟 此时 讲义气的安东带着迪米等人冲进牢房 准备还他这个人情 迪米却在逃跑的时候被敌人发现了 为了自己的好基友 罗曼不顾危险的去救他 安娜被深深的感动了 之后 他们一起逃离 罗曼似乎伤得很重 我希望在死之前 还能有一个真爱之吻 啊 再来一个 哎呦 再来一个 果然 这个渣子没有受伤 这时候还想着骗人 可安娜就真的爱上了这样的家伙 两人幸福的在一起了 罗曼终于在四十岁之前 把自己嫁了出去 看来啊 这真爱不论等到什么时候 都不算晚了 所以 单身的小伙伴们 不要着急哦 毕竟这辈子等不到 还有下辈子嘛 好了 今天的故事